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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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在魔读音乐节的表现相当不错 在舞台上周深一直是活力满满的状态 因为周深的歌曲快指人口 所以他开口唱歌之后 现场的观众直接开始大合唱 那个场面真的很壮观 周深这次的演出真的是诚意满满 他演唱了很多首经典的歌曲 在演出的过程中 周深还与粉丝各种互动 周深的声音感染力特别强 当他开口的时候 所有人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他的身上 在舞台上周深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能量 周深在演唱歌曲的时候 给人一种驾轻就熟的感觉 他对歌曲细节的处理堪称完美 我们是要站在你的眼眸 一边离我 一边离我 我们是要站在你的眼眸 一边离我 一边离我 往事就站在你的眼眸 一边离我 一边离我 离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深还说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 他更加珍惜每个与生米见面的机会 他不会再吝啬自己的表达 周深多次感谢了生米们 感谢与生米相遇 感谢生米的支持和守护 但除此之外 他还特别感谢了一个人 在演唱触不可及后 周深开起了玩笑 他问粉丝们周深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大家回答了几个别名 周深每次都说错 自己说了周浅可可和卡布 然后说自己觉得很开心的是 自己也要非常感谢卡布 感谢卡布搭建了一条 让我可以去和大家相遇的音乐之路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非常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 独属于我们的非常开心的会议 然后成为歌手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 触不可及的事情 但是因为每一个你们 去让我觉得很多时候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触不可及 也会让我觉得好像 我是那个最幸运的小朋友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也是 那个最幸运的小朋友 希望我们永远都开开心心 保持最好的心态 去迎接一切的事情 好不好答应我 有一个人答对了 叫周星星 那他还有个名字叫什么 错 他叫周浅 那他还有个名字叫什么 错 他叫可可 那他还有个名字叫什么 错 叫卡布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我也要非常感谢卡布 突然觉得这句话很分厉 我要感谢卡布 他可以去搭建了第一条 让我去跟你们相遇的音乐之路 然后也 我觉得很多人性格 可能会跟我很像吧 就是跟刚开始的周深会比较像 就比较内向 比较感触话 然后比较觉得自己很像 是一个孤岛一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瞬间 去让这个孤岛 长出很多条道路去通过外面 你们就是我最美的那个瞬间 谢谢你啊 小编小说的是 周深这满满的感激 更多的是给布丁 那是周深的第一波 也是最早的一批粉丝 这些粉丝可以说是 为最纯粹的歌迷 那个只听声音 不见人的卡布时期 让屏幕后面内向又不自信的卡布 把唱歌坚持了下去 最后还有生米 因为生米帮助周深 实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愿望 因为生米的鼓励和陪伴 周深成功度过了至暗的时刻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 在不知不觉间 周深已经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 周深的资言越来越好 他自身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令人欣慰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未来这段时间 周深线下的演出频率会大幅提高 这一次魔度音乐节 生米们为周深打造了一片蓝色的海洋 周深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在线下演出逐渐恢复了大背景下 各大音乐节主办方 在邀请明星的时候 肯定会优先考虑周深 只要是条件合适 周深本人应该也非常愿意加盟各种音乐节 对于很多歌手来说 在现场高强度的演唱歌曲 或许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对周深来说 这不过是常规操作罢了 度 ост的 进行数字节目 第1章 里面的影响 第2章 里面的影响 第3章 里面的影响 第3章 里面的影响 第2章 里面的影响 第3章 里面的影响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